炉堂里的火突然熄灭,大家都忍不住咳嗽起来,田地里的农作物全部枯萎,奇怪的植物快速的生长开花,走出玉米地,眼前的天空没有一滴雨和身后的大雨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天空,还没等农明白是什么情况,大树就痛苦的倒在地上,再也没起来,凌晨堕落的残骸带来一块巨大的降雨云层停留在农场上空,在半英里的范围内雨越下越大, 另外两个农民想要去救大叔,同样也失去了生命,初步检测,他们的死因是空气里没有足够的氧气而窒息,布莱恩推断是残骸改变了大气层里的成分,拉菲感到奇怪的是,为什么雨带外面的大气层却没有发生反应,两人穿上防护服进入雨带,穿过泥泥的玉米地,奇怪的植物开花越来越多,布莱恩手上的仪器监测到的数值显示,环境越来越糟糕,光线和雨滴的状态也变得怪异, 拉菲小心地沾了一朵盛开的奇花,带回去检验,来到一个种植大棚,有十几个农民躲在这里,看到布莱恩和拉菲穿着防护服出现,全都紧张起来,其中一个农民说,早上起来就觉得呼吸困难,像中毒一样,但现在这种感觉又消失了,所以他们才活了下来躲在这里,布莱恩发现农场里的人只有待在雨带里才是安全的,他找到残骸的坠落点, 一个八岁的男孩躲在不远处的拖拉机下面,公路边还躺着四具大人的尸体,这里正是雨带的分界,布莱恩把男孩带回到种植棚,轻微地看着母子虫具,通过对那朵怪花的检验,发现他进行着一个与光合作用不同的过程,它所产生的是氯气,而不是氧气,堕落在农场的残骸,正在构建一个以氯为基础的生态系统, 通过改变大气层环境,把雨带里的人改造成依靠绿呼吸的有机体,如果一走残骸,绿环境就会消失,那些人同样不能在养环境中生存,有个自生家在农场里的男人,不顾警告,要进去找到家人,这个男人正是男孩的叔叔,男孩的父亲已经去世,他一直照顾着母子俩,就连男孩都认为他就是爸爸,拉菲采集了他们的血氧,分析后得知,血液中已被另一种细胞入侵,携带的是绿而不是氧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